剛剛那一件事情是要先把這個刪掉 所以裡面的話因為57個page 所以等於是第一個不要刪 因為第一個最上面這個不要動之外 底下才會有56個 有沒有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要把它刪除的話 該怎麼刪會比較快 我前面講過其實跑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是從最下面跑到最上 最上面不要到1喔 應該要到2就可以了 為什麼最上面那個名稱要保留 那我們怎麼刪最簡單 其實前面有講過 就是如果你要刪某一列的話 就若死物件 若死刮乎哪一列 比如說第一列1 後面加一個得累者 他就幫你刪 可是問題我們不能每個都刪啊 所以呢我們可以寫個條件 什麼條件 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他裡面的 有沒有這個雛群歌裡面呢 假如是放日期兩個字 就把我刪掉 而且要顛倒過來刪喔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已經寫好了 就寫了 刪除 第一個啦 我們可以寫一個 sub 叫做刪除 日期列 那這個刪除日期列的話 我們可以for i 等於最後一列倒過來刪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有倒過來刪 它會影響 它原來的順序 所以基本上我建議如果你刪除的話 可以從最下面 一直到 第二列就可以 最下面一列 這個是追蹤的 到 第二列 那後面記得加一個step-1 就顛倒過來 那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呢 它這個儲存格裡面 是放日期兩個字的話 那就幫我把那一列給刪掉 OK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先 這個中段點執行 那這個時候呢 它已經找到了哪一列 5090 50 50997 Ctrl向下看一下 5097是不是 找到了 對 就這個 那所以呢 如果找到之後的話 有沒有 因為它判斷了 這個邏輯 找到了 它就幫你把5097這一列刪掉 按8 刪除了 有沒有 接下來的話呢 那它又繼續找 找到了 找到5006這一列是不是 起 006往上找 OK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那一樣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你會發現 很快的就可以把 你希望刪除的列 快速全部 一次刪掉 這個很好用喔 我建議你可以把這個當範本 以後如果你會用到刪除列的話 你就把這個拿來改一下就好 你有沒有辦法 其實就剛講的 一個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再加一個刪除 就OK了 所以這個執行 我中段點拿掉 這樣子的話呢 很快 啪啪啪 一下子 就可以把 多餘的日期列刪掉了 那再來的話 想什麼 說得出來 就好